海拔4655米的高山之巅 一个孤山哨所 八名边防军人 在这里有着怎样显为人知的戍边故事 哨所换防 别样选拔 战士们为何抢夺上哨资格 新的驻哨生活 又会给换防的战士们 带来哪些意想不到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探防极地边防哨 云中哨所 沾娘社 下集 前面塌放了 什么情况这是 塌了 是什么时候塌的 8点20 今天早晨还是 今天早晨刚塌放的 今天是换防的四名战士 去往沾娘社哨所的日子 前几天走过这条路时 还顺顺当当 可是突然就出现了塌方 有个掉小时的我们就肯定要紧接了 他们些小时都没有 突然都来了 我正好在那里 我听到这边噼里哗啦 噼里哗啦 我正好站在那里看见了 踏方发生得毫无征兆 倘若有人经过 将被倾斜而下的山石瞬间掩埋 还没登上哨所 大山就给了准备换防的战士们 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徽 由于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 地壳运动活跃 这样的风险无处不在 时间往前盗放两小时 一大早 记者看到了正在帮新疆战士阿博都打背包的战士 邝家轩 这次我上不去了阿博都 明天还有几回 去一会儿我干 那我明天在上面等你 好 我下一次还会争取的 六月 西藏军区边防某团组织的 詹娘社哨所办法评选 邝家轩成功入选六名候选人 但考虑到山下连队工作需要 邝家轩最终未能实现 登上詹娘社哨所执勤的愿望 有兄弟们替我上去 在哪里都是 干 再连队我也会把自己的工作带好 我刚才看你眼睛都在哭了是不是 其实还是 很小趣 有点难过的 对面的宿舍里 战士李时锋也在蒙着打包行李 终于得偿所愿去沾娘社哨所了 他兴奋地难掩脸上的笑容 做好戏你准备了吗 我做好了 一直很希望上去 毕竟说今年要退伍了吗 然后一直希望上去 去年因为任务的原因没去成 今年有结尾上去 还挺开心的 换起的衣服还有鞋啊 平时运动的一些比较小的东西 那个背囊里面主要就装被子 还有毛巾被 乳子这些 这些东西如果说都背在身上的话 就大概有多重 五十米左右吧 全部几个包的话 经过选拔战士李时锋 文盛勇 阿卜都张宇东 成功获得湛娘社哨所的换房资格 连队人前 四名战士已经整装待发 第一次上四千六百五十米 高海盘 然后帮你 能调节好自己的身体 是推施班还想把你留下来 后来就舍不得你 但是要 你自然既然自己要想上 那我们也以这个梦想 这上面好好干 对于驻守在高院的官兵们来说 除了进行日常训练之外 还要克服由于自然环境带来的缺氧 高反等不良反应 因而能够上手的都是体能 身体素质过硬的战士 保重身体 保重 保重身体 保重身体 如同梨朝的宴 既然选择了到环境更艰苦的 沾娘社邵所呼应 他们便将只顾风雨兼程 拿料想更出发 就遭遇塌方 此时山体斜坡上的部分掩体 已经整体向下方发生了位移 时不时冲击下来的碎屎 砸向路面 阻碍了前行的 雨季嘛 然后这正常的话 你看这块全部在掏 它这块一直是松的 一直是松的 然后你挡墙也做了 两个成绵 初夏时节 天气转暖 冰雪消融 这本该是 哨所战士们最开心的时候 然而丰沛的雨水 令碎屎和沙土混合的土质 变得松软 山体塌方频发 现在不敢弄完 现在上面 机械塌着呢 机械过来危险的 直接震动 是给它埋下去 这是用航拍器拍摄下的画面 本来试图徒步越过塌方区 前往哨所的我们 看到这样的情况 不得不打消念头 我们再去看一些地址 你这个不可能上去行 你可能是在底下慢慢清 清的时候底下 边清边吵 更糟糕的是 此时天空竟又下起小雨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 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返回连队 要么探寻另外一条上手之路 司机班长 最终决定尝试一下 带我们从另一座山 绕行前往 沾娘舍哨所 到底能不能顺利抵达 我们心里都没有十足吧 这段盘山路是一段很少行车的土路 土质泥泞 道路狭窄 几天前下过的雨水 混着高山上的冰雪 浓水顺山流下 在道路上形成一道道小河 人坐在车里颠簸得厉害 现在在我们对面 最高的那个山上面有个房子那个地方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沾娘舍 有过上少经验的战士温盛勇 故地重来 忍不住给新战士们当起向导来 路况虽然不好 但是天气却易得之前的阴雨 变得阳光明媚起来 大家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我反正睡得挺好的 就是今天上去 有点小气动 不知道上面情况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很期待 我觉得也是比较兴奋 好久没见到他们了 也说你上去了 不知道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 不太舒服了 有点激动 吃点了 是 战娘舍哨所地处西藏日卡泽地区亚东县境内 亚东县平均海拔2800亩 因其景色宜人 森林茂密的风光特点 被人们称为西藏小江南 然而 战娘舍哨所的战士们 却并没有机会感受这样的气候条件 随着海拔的升高 车窗外的景色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太阳隐去 车内温度降低 浓厚的雾 模糊了前行的方向 走走停停 终于抵达战娘舍哨所附近的中转站 远远的 我们看到了等候在路边的老班长马观敬 和两名老兵 上来了同志们 上来了 辛苦了辛苦了 路上 来我们来 我们来 我们来 有什么反应没有上来 没有 目前没什么反应是吧 上来 上来云车没有 没有 你是哪个地方呢 新疆 新疆的是吧 比较远 不容易啊 见到了新换旺的战士们 马班长激动地问个不停 得知战士阿博都来自新疆 马班长关心起他在哨所的饮食 肉难心你吃吗 吃不了啊 吃不了是吧 那以后的生活 我们得特殊照顾了 刚上来不适应 要慢慢使用这个环境 高海拔地区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50% 走路不速过快 呼吸会变得困难 一旦喘不过气来 随时有晕倒的可能 咱们刚才上山的时候 天还特别晴 怎么现在突然就下雨了吗 这天气 日年就两个季节 夏天或冬天 日到夏天了 基本上没什么晴天 早上阳光明明 下午三点以后 就基本上天天下雨 马班长告诉我们 一天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是沾娘社哨所最大的气候特点 下雨频繁且时间不定 对哨所的知情巡逻影响很大 像巡逻啊 还有室外的各方面的观察情况啊 巡逻手啊 都带来很大的不便 再大的雨 穿上去一二完成吧 脚下的盘山路 是2010年正式开通的 走的路程虽然长了 但是路比以前好走了 也更安全了 尽管已是六月 内地早已枯燃 但这里的室外温度 却不足五度 依然寒冷刺骨 看着战士们临雨 马班长心里很过意不去 快到了 在前面我们休息一下 把包机放这儿吧 我们这儿石头上坐去休息一下 放下 喘口气 给你们带了点开睡 雨水 雨水让本就温度低的雪山之巅 变得愈加寒冷 这时 一杯热水 便足以温暖战士们的身体 你们跟我相处的时间还长 我会把厕所 慢慢给你们介绍一下 慢慢缴一下 在这儿我们就 以兄弟相亲了以后 没多久 马班长就催促大家继续赶路了 在湿寒的室外待太久 寒气很容易侵入体内 导致患病 现在这个季节是最好的时候了 现在是道路两旁的这个鸡血 它没有完全融化掉 温度还比较低 它就一直划不完 如果这个挖鸡汁 要是不给我们挖路的话 这个血要到八月底 要到八月底才能融化 马班长口中最好的时候 在我们看来 环境并没有舒适多少 到这里 距离哨所还有两百米的直线距离 挖掘机将无法再向前作业 路程看上去不长 但是在高海挖地带 腹中每走一步 都是对身体的巨大考验 到了啊 和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战士相比 而历之年的马班长 爬上这与身体之力近乎平行的楼梯 多少显得有些吃力 这一定窄 慢点 好 先放在这儿 包心放下 到家了 怎么样 还有什么感觉 这儿留下特别多 所以感觉 把我闯得特别厉害 这就是我们储水的水缸 气还没捋顺 马班长就迫不及待地 向战士们介绍起 他们共同的新家 这是我们储藏室 专门放包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这个 主妇室仓库 面片在我们码这些 都是要背心思的 仓库里面粉 罐头等 助存物资 马放得整整齐齐 战士们平时饮用的矿泉水 如何拿取 也有着严格的规定 拿水的时候 一边慢慢拿起下来 不能因为口干了 泡尽了拿起一瓶就走 得安心起来 不要扯乱了 论起战士们最感兴趣的地方 还属哨所最高处 这里就是这群年轻士兵的 神圣哨尉 脚下是祖国监视的土地 他们与祖国连成一体 守卫着神圣领土的安全 从前哨所面积狭小 只有不到三十平米的空间 不论严寒酷暑 战士们只能在哨所外站岗 哨所常年刮着六计以上的大风 为保安全 战士们不得不把自己 用背包绳系在护栏上 现在建了这座哨楼 执行条件大为改善 为了让新换方的战士们 切身感受束手边方的寒意 马班长决定 带他们走一趟巡逻路 没想到 刚上哨的新兵阿卜都 一开始就闹了笑话 这怎么了 爷爷 穿衣服穿仿的 这个衣服 没穿过 刚上来 你放带要再放在前面 巡逻是新战士们 在战娘舍哨所要上的第一堂课 今天我们老兵带新兵 敬请一次互相巡逻 巡逻过程中 互帮不住 记住没有 好 出发 出发前记者没有想到 一段并不长的巡逻路 竟然会如此艰难 自己手扶你了 扶你 住着脚下 与其说是走路 不如说是在山石的夹缝中 摸爬前行 双脚踏在碎石堆上 两侧就是陡峭的悬崖 望着前方的路 我们真的感到有些恐惧 海拔越来越高了 自己调整呼吸 调好呼吸 我们走得稍微快一点 路越往上越难走 战士们的脚步也变得沉重 起初的手脚并用 到现在需要大家 互相帮扶着攀爬 马班长命令班的提醒 让我们更加意识到 这趟巡逻路的艰险 班长 你们每次这样巡逻 需要多少时间 两个小时左右 一天几遍的天气 早上天晴 中午下雨 财温了 财温了 石头是滑的 山的背因面 积雪没有融化 走起来更加危险 战士们的身体 几乎贴着山体表面在行走 一不小心脚下就会打滑 这个位置啊 什么最重要的几个位置 它是个压扣 也是我们战场社的烟火要盗 在这儿啊 起高警惕 不能放松 放松了也许你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知道没有 五年前 就是这条路 马班长差点命丧于此 那时候我还新兵吧 这上面就踩 我滑到下面去了 直接滑下去了 那时候一个雪坡 看不到谁又看不到 还好是在这个位置 要在前面 直接连人都照不到 常年巡逻在这条路上的哨所战士们 如同行走于刀尖之上 有异于死亡之缘 作为一名老边坊 这趟陡峭崎岖的巡逻路 马班长不知走了多少遍 幻房第一天带新兵来巡逻 也是想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 巡逻对于边防军人的真正意义 上来了 检查一下装置 这就是我们巡逻到达的位置 黄武轩 你带这些手 这个地方警戒 其他人给你们望远镜 每个人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边境线 巡逻路线 记住了路是怎么走的 自己抓紧时间熟悉 巡逻就是用双脚战量安全 边防军人 应该成为祖国敏锐的眼睛 和敏感的神经储蓄 助手尊严 助手和平 接过老兵手中的钢枪 从今以后 祖国的边境线 将由新兵来守护 湛娘舍少祖 当你走进他 你会发现 他并没有因其险峻艰苦的条件 而巨人与千里之外 因为有了这群可爱的战士 昔日坎坷路 今日变谈图 爸 妈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 你们不用担心我 这两年在社区里面 学到很多东西 很感谢我的班长 和我的兄弟们 爸 妈 你们好 你们的儿子在西藏 社会边防 绝不会让你们失望 孩子 爸爸这辈子 谁也不欠 就欠你个最多 爸爸 妈妈 我很想你们 马上就回来了 让我们记住他们 这些在祖国边防 奉献了青春的战士们的名字 和样子 一叉叉老兵离开 一叉叉新战士到来 送立在高原之殿的 云中哨所里 始终洋溢着 属于中国边防军人的 热血青春 北京西战 一名中年男子 尾随年轻女兵 是不怀好意 接边行骗 还是另有隐情 然后他说 这就是必须要留下 我的联系方式 不然就不让我走 事儿没那么清楚 我肯定不让他走 两人到底发生了 怎样的纠葛 北京西战战前广场 发生的一场生死营救 与他们二人 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军事纪时近期播出 北京西战的生命营救